有兩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咀嚼肌這邊 我們叫夾咀嚼 來 你咬 用力咬 是不是有個凸起來的位置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嘴角 跟我們耳朵的中間 然後外三分之一 你用力咬 有沒有一個凸出的感覺 放輕鬆 然後通常我們會這樣子 好痠喔 對 就直接那個地方按 直接去揉 真的很痠 它其實就跟敲膽筋一樣的道理 你去揉它 你的肌肉就會變小塊 就放鬆 對 會比較放鬆 那身材就比較柔和 對啊 就是打這 一樣的意思嘛 對 我們有時候 埋線也會埋這個夾居穴 那你整個現場就比較柔和 也會有瘦靈的效果 然後第二個位置是全療 全療就是眼睛對下來的這個 洞的位置 通常我們會這樣子按 好痠 這邊其實是瘦整個臉 就是那個骨頭下面 對 鼻子過敏我會給它按這邊 鼻子過敏可以按鼻子這邊 而且我按完眼睛都亮了 真的喔 這全療穴 它就是瘦整個下半臉胖的這個位置 它就是在眼睛對下來 鼻子橫過來的這個點 然後用拳頭 往下往上頂著這個骨頭的 很痠耶 你真的用久一點嗎 它會凹很久耶 對 會凹很久 這邊有比較小吧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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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好像有耶 妳超水腫的妳 妳看 我有腫嗎 妳看 更小了 妳剛剛把這外面也按掉了 妳這邊我真的有耶 有對不對 妳超明顯的 妳看大小臉啦 妳這邊超水腫耶 對啊 可是妳沒按多少下耶 只是幾下 妳看它塞得多嚴重 妳看我好腫喔 回去自己請按 對 我們回去請按 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付錢 我們都只做朋友 那一天是不是 不過就是有醫師指導 大家覺得還OK 真的有效果 就怕有人相信了 別的那種偏方或什麼 對 其實在做這些按摩 不論你是敲膽經 或者是你自己做的經絡按摩 我覺得有兩個重點 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重點就是 頻率跟力道 因為像之前 有一陣子好流行 那個竹底按摩 大家都覺得去走那個石頭 越用力越好 因為就會刺激 結果發現很多阿伯走回來之後 第二天下床的時候 感覺上電流那麼痛 後來才發現是竹底筋膜炎 所以一樣 女生自己按摩也是 醫生說她有一陣子 看到流行敲膽經的時候 她說 好多女生來看她 怎麼會 最近家暴的案子怎麼這麼多 因為每個女生 整個腳都是瘀血 他說那真的就太過分 其實就是量力而為 不要太過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有些女生習慣說 我洗完澡 然後整個要睡覺之前 再來處理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不小心 比如說你把乾筋 也隨便刮一刮的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 她發現睡不著 對 因為他們常常說 麥 筋肉也是有陰跟陽的血 那陰的這個麥或筋 它就適合在一定的時間做 所以你在睡前的時候 這些什麼乾筋或什麼 你就不要再去刮刷它 因為你反正應該讓它休息 你才可以睡得好 原來 所以真的要尋求中醫協助 那埋線啊 針灸啊 要怎麼樣挑選適合自己的呢 對 有分嘛 對 醫師會怎麼建議呢 其實我覺得是第一個 先看你的目標 如果你的目標是你的體脂太高 你整個身體需要調理 那這個時候是屬於中藥 調身體的部分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吃藥 那第二個選擇就是體鎮 全身的針灸 透過針灸然後達到全身這個 內分泌調整的部位 那如果說你的 因為針灸體重體脂都恢復正常 但是對於身材還有局部不滿意 這個時候就是埋線的時候 可是體鎮兩天一次 兩天一次要做多久啊 其實真的還要看 不是怕花太多錢啊 就是真的 對啊 怕花太多錢 有三個小孩要養 對 而且重點還不是錢 因為針灸費用還不高 但是很花時間 時間是真的 每天要每天這樣真的很麻煩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埋線 埋線就是以體鎮的方式 然後它就是埋全身 像我埋完線之後 我就是回去這樣子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繼續擠壓它 是會有加乘效果嗎 效果會更好嗎 我不曉得啊 不行吧 越痠越好 越痠痛沒關係 就是要刺激它吧 一般我們埋線之後 其實體表是有一個小小的傷口 因為它變成是所謂侵入式 所以我們不建議你再去揉它 你有可能把線頭揉出來了 或者是增加表皮的摩擦 其實不會更好 一定不會更好 不需要的 自然就好 我記得就是如果你埋完 當天會有那個線的感覺 而且會很明顯 你整個臉都是這樣子很拉 很吊著你的感覺 對 就是整個臉都是很提很提 你那個是拉提了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減肥的那個埋線 那個感覺 不一樣 就不一樣 沒有拉 那針灸呢 針灸一樣 針灸它其實是透過穴位的刺激 所以我們針的深度 還有它的形狀就是角度 也會影響到我們針的效果 如果說我們要針灸 達到拉提的效果 也是有這樣的針法 它的針法就不一樣 像我們臉部皮膚的構造 因為它的皮膚是比較薄的 跟身體的皮膚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樣的針 這樣直直進去 跟在臉的感覺 跟在身體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針灸是全身的瘦 還是也是局部的 針灸是 對 都可以 但是全身的瘦 是它最擅長的地方 可是我之前有去針灸的時候 我就常看它都貼一張那個 如果有卸足腫的 就不可以去針灸 對 這個很重要 要提醒大家 真的嗎 那是真的啊 對 因為卸足腫它就是一種皮膚 它容易有一個八橫化之後 它容易會讓傷口越來越大 到時候會變成一個 不容易處理的一個皮膚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 你有在吃些抗理血跡 你有一些心臟的疾病 或者是你本身血壓比較高 或者是你是癌症的體質 身體狀況不舒服 或者是任何情況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其實就不適合滿腺 也不適合針灸 原來 對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貪心 因為之前聽到出問題的案例 比較常見 第一個它就是一次買非常非常多線 因為之前有些 多少算多 對 之前有一個中醫它是什麼 他們是那種 就是比如說吃到飽療程 比如說你一個療程可能多少錢 然後不算買幾針 然後所以那個患者 後來被緊急送醫 她後來就是就休克了 然後被緊急送醫的時候 這是埋針啊 對 埋線 好像新聞有報 對 她當時被緊急送醫 他們就發現 她根本就是一個針包 身上可能有一百多個 對 所以你不要貪多 因為到底多少數量是適合 應該是 醫生給你的建議 不要自己覺得 埋越多會瘦越多 第二個是局部的照護還是要做 因為之前有一個新娘 是她就是為了要穿新婚 婚紗 然後就去做埋線 結果後來很慘 她根本沒辦法穿 為什麼呢 她埋的幾個部位都爛掉 然後根本就沒有辦法穿 那為什麼會爛掉 當然一是可能體質有關 二常常是跟你自己 有沒有正確的做術後的護理 因為她畢竟還是有一個傷心在 所以要特別小心 不然事實上是針對 之前長根中醫部 他們真的有去做一個臨床的研究 就確實這個埋線減重是有效的 所以尤其對特定體質 她可能成效是蠻明顯的 所以她應該是有效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 你自己不要亂搞 想說我給她買個一百個 你是針包完還是針四位 那真的不行 對 買完之後應該要做什麼 對 其實有一個數字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通常我們一個部位 比方說一個副部的話 一個部位就是九針 因為九在中醫來講 就是多的意思 九針一個部位已經算多了 超過其實不會更好 有時候針灸跟針灸 它還會有互相抑制的效果 因為它畢竟是順著經絡針 但如果是坊間沒有學過 中醫的這種基礎 它反正看哪裡胖就哪裡針那個 它針七十針八十針 那其實意義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建議是 正統的中醫針就是 一個部位就是九針 然後一次不要超過三個部位 這是我們一般遵守的建議 對 而且效果這樣子比較好 所以再搭配別的 還有更多祕招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比方說剛剛講說 這個臉跟胃精有關 我們除了就是調理胃精 我們可以透過茶飲來做個調理 茶飲 對 我們都知道 像秋天或冬天天氣冷了 或下雨的時候 大家會幹嘛 煮個什麼湯來喝 薑湯 對 它可以溫暖手腳之外 它還可以瘦臉 好棒喔 因為薑裡面有這個薑黃素跟薑辣素 它其實可以促進這個脂肪的代謝 而且它可以讓我們減脂 所以薑湯對於這種臉部局部 尤其是未經經過位子比較肥胖的人 其實你就早上喝一杯薑湯暖胃 然後又可以瘦臉 這個小湯就可以 對 薑湯 那蝴蝶秀呢 一樣蝴蝶秀 剛剛講大腸的筋肉 那排便不順 陳皮 剛剛講陳皮茶 就是一個很推薦的建議了 簡單又好喝 或是把陳皮加在你常喝的咖啡裡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藥材可以來使用 對 好 大象腿 其實大象腿這種是女生都有的困擾 跟血液循環不好 還有酒做還是有關係 這個時候我還是建議當歸 因為當歸補血活血效果還是比較好 而且它可以減脂去瘀 所以血液循環好的時候 你這個部位的脂肪就可以減得比較好 當歸茶是這個大象腿比較建議的一個差異 直接當歸泡茶 直接當歸泡茶 對 一片 當歸泡茶還比像人參泡茶更適合 對 因為人參很多人會有這個 會有socate的問題 因為它補氣為主 但是當歸它補血為主也可以補氣 所以如果是女生的話 其實喝當歸茶還比人參參茶更適合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再來就是這個鮪魚度 鮪魚度 大部分會鮪魚度的人 它如果是真的油脂高的話 加一點去油脂的陳皮也可以 那排水為主 我最推薦就是茯苓了 對 因為茯苓 沥水效果很好 當然你要喝藝人 或是藝人水也是可以的 對 這幾個茶飲就推薦給大家 好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把這個 中醫 博大精神的 瘦身的一個邏輯 跟理論我們要告訴各位 但是正確觀念要建立起來 而不是說我們只是純粹的說 一聽到妳有效 我有效 大家就以後傳去開始亂弄 那真的有時候會造成反效果 對 更重要的是 我們兩個願望 更重要的是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那一個貼布到底黑了 有 對 你一直管人家貼布 要看看到底那個效果 對不對 真的有時候很久 那一整個晚上 好像沒有 拿起來跟 沒反應 沒有用的顏色來比一比看 還是粉粉的 就拿來比一比 不是 她這個看就知道沒有什麼 沒有 還是粉 沒有差別 時間不夠久 時間不夠 你們下個禮拜再來 好 我再給妳看 好 好 再貼回去好了 對啦 還是用正統的方法 正統的方法 正確觀念還是要有 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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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